大家好,我是醉,今天帶來一集久違的登巴大戰,老規矩,主力搶石,比分來到7比5了,登神領先2分,在這種情況下看霸神運能不能成功反超啊,今天登神看來是要打開殺戒了,一發力向穿人都來了,開場就這麼暴力,大怪難推,其實,比分就7比5了,大家可以注意到啊,這也是搶石的後半段了,後半段的情況下前期體力還是消耗比較大的, 在經過了一波煎熬之後,後面和方都要出他們的頂級水準了,一般選手打搶石都是這樣打,前期的話肯定不能全力以赴的,對不對,先要打消耗戰,那現在大門使用一招藍之三,將登神拿到角落,可是距離太遠沒辦法再接著臉,登神啊哦,登神使用了一個前跳地,這個前跳地正中大門之下壞,被拉到角落幹掉了,好,接著往下看了, 看登神的下一個人,登神有點穩不住了,在領先兩分的情況下,不應該啊,登神應該很囂張的現在,可能發生因為,使用套路打法了,輕拳重拳接田地反,這個連法6了,而且現在是暴氣狀態,登神該怎麼搞,輕腿接田地反,下地直接投上浮,大門要大開殺戒,藍之三 不容置疑,登神這麼點點血絲根本就不夠連了,把超殺藍之三對一下,合理啊 好,戰青腳接,超大外哥,後面再接一手,力圖 一滴血要黑光嗎,沒修黑光,天地反直接送走了 今天都是一連任任的樣子啊,現在登神僅剩下一個板翅梁了,板翅梁又要受累了,又要反山了嗎 板翅梁,先來一發原地集氣,大門超大外哥,對登寶具這大門 哇,距離夠了,地獄急了落,快速搶抓,一個極限搶抓 後面再跟下地拖上浮,站中腳接手,超大外哥後面藍之三 哇,登神馬上洪雪了,登神要不要強反一下 登神沒有反,登神在等什麼,在等下一波連招他在反 可能大門不會再給下一招連招了,他可能會用拳腳來控制登神 你看,跟我想到一塊兒去了,這個大門 就是想要拳腳控制,可是沒有控制,歐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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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一套,歐拉 沒控制好呀 哎呀,那八神月,那大門還是被收掉了,大門月 先來看八神月的不知火舞,第四個回合了 看不知火舞能不能成功攻擊登神 來,不知火舞,砍刀手,狐狸牙,不知火舞閃到後面,清一 哦,狐狸牙,飛翔腳,來一手,女人的體系 哦,被打到了一套,後面,之後再登登,再跟一招,生龍飛翔腳砍到了,歐拉,歐拉 殘血的斑翅了,那是神將存在呀,確實是燈神 哦,CD兩次,飛翔腳接波,波接斬裂拳 哦,一個生龍接波,還接花式的,又一發斬裂拳 一套帶走,那也是穩了 集滿一管,其實歐拉歐拉歐拉,歐拉 後面傷害是非常的低呀 輕輕鬆鬆一百連 接下來八神月的八神,哎呀,來了 會不會把八神月的節奏給打亂,登神這種連法 看登神能不能滿氣以後,給對手一起天地幫我拳 哇,有點危險 肥花前卷金,沒接八神女居然,這個八神 在等什麼八神 哎,中招了,反也反不了了,沒辦法了 一分7比6,八神月追回來一分 相差一分了,其實八神月感覺現在還是 登神還在八神月的節奏裡面晃來晃去 很難突破一樣 雖然領先了一分,感覺燈神這個狀態不是太好 頭上不見,騙出了倒月梯 燈神套路,八神月是了如指掌 其實八神月的套路,燈神那也是手拿把槍了 就看雙方的臨場發揮怎麼樣了 哎,燈神暈了,暈了,那就沒用了 躲過一發援助,反邊帶走 特瑞有點浪不起來啊 燈神不妨把這個特瑞換成金 換成那個游荔 游荔看行不行 或者是哈威D 之前哈威D打八神月不是挺好的嗎 現在燃到也不行了嗎 這一玫瑰選風踢,沒有氣 一層層其間啊,CD附和打亂動 不行啊,這個距離踢不到 又中了大門的藍之山 八神月一陣狂摔又開始了 超級威武的一陣狂摔 合理啊 好,大門再緊跟上去 沒辦法,大門這波是必須一條帶走的 又要到板子涼了 今天燈神被摔得太慘了 就是難逃大門之噩夢 好,看燈神的板子涼再出現 燈神會不會被徹底激怒 我們來看板子涼的 板子涼先來一把機器 哇,斬青腳跳起來打一下 砍刀手,青腳點一下 小爹地呢被搶招了 藍之山空隙 第三是,角落能踢一腳嗎 距離遠一點點踢不到 頭上扶一腳踢 小爹地頭上扶中 一腳踢 哎呀,他還想年緩套路啊 板子涼被打亂了 節奏 居然沒有接上什麼招式 連到以後 看後面大門頭上扶根 板子涼輕力點完 前前過去衝刺一把 輕力點 哎,輕力再點 嗯,斬青腳跳 雙手一推 前前過去一個狐狸壓 最後接入一個所扣K 好了,現在進入到巴神又下一個人 第四個回合 巴神越地透支火舞 透支火舞 短子涼原地機器 不透支火舞先發個火 輕腳落地 哦,板子涼狐狸壓強反了 燈神要強反打傷害了嗎 哎真是 沒強反打傷害 可是OMG沒有了強反的燈神還中了個超殺 那燈神只能交代了 比分7比7,一分拉平了就這樣 你看,燈神是越來越被動了 被連拿兩分給拉平了比分 輕力下中角 殺一下雙方相殺 我們燈神又開始前前連續幾個跳 輕腳,輕手中角,天地反 超大外格 板兵在接天地反 地獄極了落死 哎呀 可以帶走嗎 看能不能擊滿下一管氣 頭上服站中角滿氣了 哇,滿氣也不需要使用避傷了 其實這一招後拉站中角 傷害是非常高啊 好,第二個回合 燈神的KING出馬 哎,KING重拳出踢 跳飛地拉著跳飛兩隻落地雞 勾上去了 好,臉到腿子也沒過旋 一踢,踢他 好,大門起身 站起腳抓抓不住 KING繼續迎上去吧 用輕衣截住大門的跑跑 可是還是中了大門的輕衣兩殿 全地反 還沒大門再跑跑 下中角扁一下 再扁一下 KING開始來了 該來的總會來呀 妄想踢 終於拿下這個大門了 KING可以記手工往拿下大門 來看八神月的不知火物 終於跑去,飛一下 搶頭,更來個搶頭 搶抓C頭 角落重拳出擊,搶抓C頭 轉穿出擊 好,挑地搶一招 原地機消費 CD兩次落地機反攻 不吃不吃我呀 連刀腿也沒過旋風機 我也把神月搬去一下 先進去控制 這局登身遊戲應該 再中腳 連刀腿 旋風機 中招嗎? 沒有 再次滿氣了 哎呀,跳路被踢腳 輕腳中腳 白白吧 叫安迪去吧 接下來看八神月最後一個 第四個回頭 八神 好,八神清腿一點,葵花兩段起手 葵花三四八柱以上 先給登神來一發常規連段 第五個回合 頂多抓住 天堂自然炸 落地可以 平和 接著八神再次使用八字女 死了 接著八神百合折磨 天堂 最後繼續進行到燈神的板翅梁大戰八神 第五個回合 板翅梁現在給一個挑釁的歐了歐了 聖龍對空 聖龍在對空 這次打什麼打法 感覺燈神的板翅梁失去了靈性啊 打八神月 連輸兩局之後 燈神就沒有那種充勁了 板翅梁有點弱呀 有點那種 弱弱的感覺 天堂自然來一發 葵花板翅梁掉強反了 CD天地幫王拳有戲 來這招天地幫王拳就有戲啊 So-K-M-O 八神強反了 哎呀,現在八神又掌握了這一招了 在最後兩段傷害的時候 出八字女強反是可以 對,穿過去的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剛才那個高度啊 很低打的 哇,前前折一下道理踢大罐來跟上 第一波再跟 給我第一抓 對,就已經壓住起身了 中招了 大門再次近身一個人 下青角天地板 打得有來有回呀 啊,下中角又一發 接力投 感覺今天這場比賽完全是大門那個主場 大門殺瘋了 頭上浮街,頭打得跟著藍之山收割 啊,跟他說拜拜 在這 接著我們來看燈神 下一個King出馬 第二個回合 在這 中間 先跳 爹地,雙門天大也沒有光 參加過去 身體中角,落地機 反攻 連到腿 突然突然突然 再接落地機 反攻 連這幾個反攻 中間應該是想打維廉 但不太現實 打八神域的話 因為他這些套路在八神域這裡都是 都是過不了關了應該 總是被破解 燈神需要開發新的套路了 要不然打八神域確實很吃力 第二個回合 第三個回合 八神域的不知火舞 並先來,哎呀不知火舞先來一扇 好高的傷害呀 這一下子就下了半血 中段再起手 好,防住一手 閃身呢 閃身被抓了 King落地機反攻 落地機反攻 再來一發 哎,對玫瑰限空梯 起身CD復合不久後 再剛一手 好,看King角落 色色發抖了吧有點 起手中段 輕一點玩 閃一閃幾次座 好,燈神沒了 燈神的拿手好戲 板氣梁再次登場 八神第四個回合 板氣梁的 哎呀 琴拿之術 滑鏟 C頭 現在八神域需要做的就是 千萬不要洩氣 洩了那一口真氣 一定要堅持到最後 才可以戰勝精神 兩扇子都沒連住 難道說這口真氣要洩了 還呀 扔一扇子 就說閃了一下 這一下不連是挺有可言 剛才那幾下都打到了他沒連 你看現在被燈神掛上檔了吧 燈神感覺要開始了 偷了偷了偷了 偷了偷了 好,板天一個熟扣可以摸 熟扣可以摸一滴血 天地把握拳 好地 再看第五個回合 爆八再出現 板天梁見到爆八以後 像老鼠見了貓這局 不知道怎麼回事 有點唯唯諾諾 不能重拳出擊了 這波也開始了強反之路 一個大波 C地跳起來 三次C地 天地霸王拳循環 巨環是那手扣可以摸 就看八神又何時強反吧 登神表示要強反打傷害了 手扣可以摸 這個傷害還挺高 不打爆八神 因為全部都是超重擊 沒有多履的一些連招 天地把握拳 Oh, so cool 八神雙手離開搖桿 看登神表演 C地八神終於忍不住他強反了 雙方均沒有了強反 就拼最後一擊了 輕退兩點 起手八神 他帶走 可惜了可惜了登神 太可惜了這一局 七比九了 八神又賽點到了 這是一場搶食 大家注意一下 八神又再拿一分就贏了 希望八神又不要洩了那一口真氣 哇,登神的進攻是異常猛烈這局 登神總是喜歡打翻盤戰 打逆風局 覺得登神的玩法和小孩比較相似 前期總是試探一下 讓大家總感覺他要輸的時候 他突然來勁了 登神這局會不會這樣 現在八神又開始了 來一手天地反 其實這應該也是一種心理戰吧 倒也踢相殺 不要忘了 能量噴拳上了 一撒打過來再來一發 角落扔 能量噴一撒 眼看八神又再拿一分就贏了 登神你看 他手感來了 來的不算穩 感覺這個時候剛剛好 逆風局 有那麼一種驚險刺激的感覺 來發地坡 前前衝刺打破防禦 啊,衝拳打方 下中角大灌籃 這一局八神又明顯是鬆了一口氣啊 感覺自己要贏了 但是你 這是比賽中的大幾個都比賽 你一旦鬆氣 那可就挨揍了我覺得 倒有低碎是低碎是低到一看 完蛋 好,八神又剩一個八神了 這一局登神又穿三知識 打這麼久了 打十多分鐘了 這是登神最猛的一局 躲過聖龍 登神給一發到一提 下中的大碗幹 完蛋 前後,哪後 百合者反傳 來個地坡 啊,Curry開始操作了 所以是開完蛋 穿三啦 比賽八比九 好,繼續往下看吧 確實夠刺激 這打法 八神又剛才鬆了一口氣 就被穿三了 這一局看能不能再把氣給長回來 哎,這一局 注意力又集中了 八神月 下天就天地反 其實有時候啊 大家會覺得 哎呀,放水 又放水吧 其實不然 有時候確實會累啊 說不定哪一局 注意力放鬆了一下 就是那種快贏的時候 這最容易放鬆的時候 一放鬆 對手就要追上來 你這個九分搶進入十 有時候就特別難了 打過搶十的兄弟們 應該都知道 長局才可以表現做這種 短局的話 還好 第二個會合 燈神的King 因為長局的話 不單是拼技術 還要拼體力 拼毅力啊 非常煎熬的一個時間段 熬過去才行 因為一場搶十 一萬要打一小時左右 這一小時你看吧 你984的操作是非常多的 相比其他拳王 你要不停的按啊 那個輸出指令超級的多 比原版的指令要多上個幾倍 應該不誇張吧 哈哈 大門使用了超殺藍子傘 這樣 所以說到最後的時間啊 手指那是有那麼一點累的 特別是這類玩家 他們都是用鍵盤玩的 會比鍵盤要累一些 會比搖桿要累一些 用鍵盤 接著看燈神的板子糧 在登場 這次板子糧 哎呀 是不是大家都 打到現在 都不看好這個板子糧啊 因為前幾盤的話 翻盤 沒有翻盤 翻不了盤了現在 飛翔角 上龍砍刀手 馬上滿氣了 可是還是沒有滿氣 沒辦法接大招 好 輕退氣了 重手狐利亞 拼敵方拳 飛翔角帶走 沒帶走 飛翔角點個龍虎亂舞可好啊 幸好大門就倒是跪了 好 來看八神女的不知火舞 好 接著後 拿後 輕退重手狐利亞 飛翔角接個波 接著後 跳起來踢中斷 板子糧 輕退重手狐利亞 板子糧 前前重手狐利亞 天地幫我錢上去 沒連上去啊 天地幫我錢之後 還可以再接著連呢 怎麼回事 燈神今天怎麼回事 手感不佳呀 可能是很久沒有打高端局 燈神這個感覺啊不太好 好 先來看八神玉的八神 第五個回合 八神登場 好 八神直接爆氣 位置反傳 空中一跳 好 百合哲 硬拉 板子糧還是GPB斜掌 進行一個衝擊 打成了八神搶反 八神搶反有點大意了 這局 搶反這麼早 啊 血風 百合哲 其實剛才先如果不搶反的話 不搶反也是被帶走 沒辦法 抱著八神很脆 完反不如早反 這應該是八神於剛才的內心獨白吧 第一 9比9了 還是打成S9了 搶屍9比9 那這局必定是決勝局了 大門先給一手天地反 近身一個抓 近身再來一個逆向過頂 輕一兩點 跳 原地閃嗎可以 沒有後閃啊大門 做了幾個防守 防守做的非常到位 操守身躲過 天地反過去 漂亮 剛才那個操守身也是有細節的 但是這個操守身不易過多使用 很容易被抓 跳地搶攻藍之三 哎呀 跳地以後還故意延遲一下 再搞藍之三 很有細節嘛這個大門 好 大門又恢復了 大門又恢復了 剛才那個實力 最後藍之三收敵 赫瑞是狂不下去了 這幾個角色被摸脫以後 其實剛才登神 不妨在這一局搶死的這一局 換一下主力 我感覺那樣會更好一點 現在還是這三個人 老三個人 還是老套路 看就很被動的打起來 淺淺進對這中手 落地機兩段接上了 但是沒有氣 只能 也只好這樣打一套普通連招了 啊 也水風地以後 CD不可打爛動大門 反手就是一發天地反 沒的辦法 頭上不接摔 大門再來一手下中角 聽淺淺過去來一手 好 落地機 可以的 光向梯 不錯的 然後再反勾一下 好了 這邊來看第三個會合 大神月底不足夠登場 不透先來一跳 清水CD不合 動拳出地下起身CD不合 在打亂動 原地閃過以後用重攻擊踢他 不透後 位置反轉 旋風踢 不動 你不動我不動 聽就抓一下 哎呀 原地閃 領到腿 這玫瑰旋風踢 不透後起手 畢殺人瘋啦 被壓得難受了 八神 開始反擊了 燈神的三板斧打完了 開八神月了 通通接個大 也問題不大 血量還可以 所以看起身他怎麼操作吧 起身就是一扇子刪了過去 燈神還用下心叫掏下盤了 剛才 這樣掏下盤的肯定是不行力 好 我們來看燈神啊 反其量再登場 關鍵時刻到了 看誰能撐到最後 跳C以後接錢 欠屁飛翔腳砍刀手 雙方很快來到了第五回合 決勝的一回合 勝敗在此一局 第五回合到了 第五回合 反其量啊 原地氣清一點完 CD支票 八神一個跳 來著李博爾拖曜 清水兩點要逃 百合者要逃 百合者要逃 好 古力啊 八神閃過 重手肥花來了 八神也抓了個先機 天堂界來一炮 他來了個八字 來了個操殺八字 把他逼到角落 小天洩風 肥花兩段 八字一收 燈神同學 燈神等待一個天地霸王拳 也只能等待天地霸王拳 就看能不能搞到這發天地霸王拳吧 看八神這個犀利勁啊 燈神很難搞啊 這局 飛翔角砍到手 搶反交了 搶反交了 天地霸王拳何在 可以看出啊 燈神非常急躁的在等這一招 天地霸王拳 將對手擊暈 可是最終還是沒有等到 10比9 八神也取勝 險勝了也是 好 今天比賽到此結束 大家覺得精彩 一定要幫忙 點個關注點個贊啊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